在佛吉尼亞州李善門這次的示威活動當中 抗議者要求拆除一些南北戰爭時期支持美國幫聯 也是保護奴隸制的人物雕塑 馬修斯博士說 自奴隸制終結以來已經有近200年 他們仍然在經歷種族主義 他們仍然面臨著警察的暴行 仍然在這裡遭受不平等待遇 這些幫聯紀念雕塑 是過去的標誌 是虛構過往的標誌 因為這些紀念雕像基本上是舊時代南方神話的形象 比斯武教授就說 在180年和180年之間 美國南部開始樹立起很多紀念雕像 幾乎每個南部縣城的法院草坪上都有一個幫聯紀念雕像 當大家想到私營的歷史時 這就是受害者經常遭綁架的地方 是進行假審判的地方 導致受害人陷入可怕的境遇 所以這些雕塑 與那個時代有著真正不可磨滅的聯繫 這些由南方州贊助的雕像 除去白人至高無順的意涵之外 的確是很難看到其他寓意 享受到華盛頓 歡呼掌虐的示威者當中 一些人用群力推翻了 這座3.4米高的 幫聯將軍派克的雕像 星期日 在北卡羅來納州的拉利市 當局收拾了抗議者星期五留下來的殘局 這個幫聯雕像從基礎上拆除了 在喬治亞州的海南活動人士歡呼著弱 他們說石坊尖碑表示對白人至上的致敬 因此一位法官下令拆除 戴維斯說 這是人民的勝利 來自海特高中的所有年輕人 讓這一點得以實現 是所有組織者 每個人的共同力量 一次集會上 美國總統特朗普談刀了 拆除了南方幫聯士兵的雕像 並且污損了紀念碑的活動份子 特朗普說 脫疆的左翼暴民正在試圖破壞美國的歷史 來自密蘇里州的共和黨國會參議員 布朗特是阻止參議院通過民主黨參議員 布朗特 暴黑以及書墨提出的 從美國國會大廈撤走幫聯雕像的提案 來自新疾西州的民主黨 國會參議員布朗 說 這些雕像在大廳當中 繼續存在是對非洲裔美國人 以及美國國家理想的冒犯 但布朗特表示反對 布朗特說 他認為今日的行動將會違反美國和各州達成的協議 美國國會大廈國家雕像大廳收藏的人物雕像當中 至少有12座 是紀念在1860年 美國南北戰爭期間效忠南方幫聯的人物 記者迪亞洛 華盛頓報導 請記者明 bacter oppressed 關鍵 Porter起訴 女友 澳 Half 雕像 當中 兩